C罗接到泄密电话,提前两小时得知摩迪获奖,拒绝出席盛典北京时间8月31日凌晨0点,欧洲中午时间30日下午18点,欧足联在摩纳哥的格里马尔迪会议中心举行新赛季欧冠抽签即欧足联颁奖胜典,莫德里奇利亚C罗,萨拉赫,德德2017-18赛季欧足联最佳球员荣誉,这次欧足联盛典, 梅西没有出席,这乎让人意外,惊吓从黄马转会到游文的C罗,也未能来到现场,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C罗为何没有前往摩纳哥出席欧足联颁奖胜典,ESPN主笔马尔科蒂撰文,揭秘了其中的原因,以下时间均为当地时间,原本,C罗是打算前往摩纳哥的,从独陵到摩纳哥直升飞机过去,只需要40多分钟, 8月30日下午,C罗已经做好前往出席欧足联盛典的准备,女友乔治纳罗德里格斯从威尼斯电影节匆匆赶回,这是为了这次欧足联典礼,欧足联也为C罗预留了6个座位,等待这位超级巨星的到来,C罗的经纪人们德斯,与妻子也来到摩纳哥, 这时候,C罗团队接到可靠的泄密电话,其内容是,这次欧足联最佳球员的得主不是C罗,而是莫德里奇,尤文图斯俱乐部CEO马罗塔也接到泄密电话,内容同样是C罗不会得奖, 当时,马罗塔等邮文官员,下榻美丽电海滩大酒店,等候C罗的到来,C罗和马罗塔接到电话的时间,大约是下午16点,距离欧足联盛典开幕只有两个小时,得到内幕消息的C罗,临时决定取消计划,尽管,C罗的顾问,好友劝他,还是一起去摩纳哥吧,C罗已经铁了心,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 原本,C罗一行准备乘坐私人飞机,从独陵飞往巴国尼斯,再从尼斯坐车前往格里马尔迪会议中心,总共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现场,尤文图斯俱乐部提前通知欧足联,C罗将不参加盛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个人原因,从来没有人指出,C罗不具欧足联盛典,是因为自己没获奖,但临时改变主意, 很显然是因为提前得知自己没有获奖,欧足联主席切斐林也坦言,很有可能是有人提前得知了投票结果 能不能 Parce弊说绊已是意思,您以后4、译口令它因一个练定目的 Sans 蒲洞 所以你说没有的码数中高非发现者,但这一定是烟兴请问三小时太阺�